我们开始了 在分类学上人是源的一种 它们在生态和进食习惯等方面都和我们相同 跟人类的基因相似程度甚至高达97.5% 在我国就有一名动物爱护达人 把他的宠物短尾员当成一般的正常人来疼爱呵护 今天的火湖年专题报道 就让记者拉斯达带我们一起探索 人和源之间温馨又感人的相处模式 眼前的这对短尾员JK和Shaki 调皮中带有热情 再加上几份撒娇 非常讨人喜爱 如果别的短尾员是住在森林里 11岁的Shaki和JK 恐怕已经忘记森林是长什么样子了 打从一岁开始 它们的眼里就只有主人 当时的他们 性格非常调皮 很难调教 JK和Shaki的生活 其实跟人类没什么两样 甚至可能比你我 都还要幸福 它们有自己专属的衣橱 里面挂满了形形色色 可爱的衣服 除了每个节日 主人会为它们添购新衣裳之外 来自全球各地的热心人士 也会贴心送上衣服 当中还有婚纱呢 两个宝贝也有最爱吃的食物 JK喜欢吃鸡饭 Shaki则喜欢吃冬圆 为了避免宝贝们生病 主人还会限制她们 不能吃油炸类食物 及喝汽水 其实JK和Shaki 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 就是可以穿得美美的 然后骑着主人的摩托车 去兜风 主人要宝贝抓紧她 准备出发啦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JK要回乡或出差 都会带上两个宝贝 JK曾经有机会和宝贝 一起上著名的 澳普拉温服礼秀 访谈节目 但是两支短委员 不被允许和她搭 同一架客机 所以她最后 宁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零睡前 这两个宝贝 还有特别的习惯 就是必须穿上睡衣和尿布 以及洗脚刷牙和洗脸后 才能上床睡觉 佳妹平时都很照顾 两支短委员的卫生 因此对她来说 跟宠物同床共诊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令人责责冲奇的是 自从和两个宝贝 一起同眠后 佳妹的失眠问题就消失了 其实语言和人类 有很多的共同点 就连情感也很相似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秘密 俊Saki也会吃醋 她如果看到主人 虫爱别的动物 她就会发脾气 有时还会争从 接下来会推开 主人身上的动物 目的只是想要 主人爱她多一点 好了 口说无凭 我们来看看 是的 从帮主人按摩 到配合主人一起玩游戏 所展现出来的默契 可以看出人和动物之间 已经培养出一定的感情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意 饲养短尾园 加美表示 她所饲养的短尾园 是获得野生动物局批准的 如果宝贝不见了 安装在他们身上的微信片 能够让主人很快地找到他们 因为爱所以放手 加美有个心愿 就是希望两个宝贝 可以找她一步 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她不确定在她离世后 是不是有人可以像她那样 尽心尽力地照顾两个宝贝 人和园的这段感情 已经血浓于水 化不开了 RTM 拉斯达 川提报道